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鲁远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4月7号 礼拜二 台股台今天是开高之后震荡 震荡之后收高 盘中一度攻过1万点 最高来到10039 虽然被押回来了 但是收盘也接近1万点 收在9996点 我想今天最好的方向在哪里 成交量 我们成交量开始放大 有没有很大呢 没有很大 没有很大 昨天成交量 我让开 都是被我挡住 昨天成交量 占上5G量 今天成交量再增加 但增加没有大幅度的一个跃升 其实这代表什么 我们一般股票市场的术语是这样 如果成交量配合温和放大 什么叫温和放大 就是慢慢的增加 慢慢增加的概念在哪里 就是严格说起来 有人觉得想要买股票了 比如说市场有100个人 其中有10个人想要来买股票 另外90个人还在观望 然后呢 当10个人进来买股票之后 后面的人慢慢进来 成交量慢慢增加 这最理想的状态 对吧 如果说市场有100个人 就100个人都想进来买股票 那成交量暴增 通常就短期见高点 所以以今天的量价 温和配合来看 万点应该不是梦 所以我判断错误了 我原先的判断是什么 我原先判断是V型反弹 右肩平台 看起来他就是整理整理之后 直接往上走 直接要往上走 月线不是压力了 这条蓝色的线 月线已经盖过去了 现在市场的结构走向了 比我原先预估更为强势的结构 就是往上走 N字形它变成类似 类N字形的概念 不再像我认为 这本来是一个区间整理 目前看起来是要往上 再站一万点就确认 当然以目前的状态来看 非常有可能站上 因为成交量是温和放大 来再拉回来 台股为什么在今天那么强 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在昨天大涨1627点 道琼 来到了22679点 你先看一下美国的K线 美国股市在昨天一根红棒涨1600点的红棒 也过了什么平台高点 所以台股今天会强的原因是在美股 美股也过了这个月线 所以美国股市 有没有拉回做第二只脚 没有啊 你还在期待第二只脚 没有嘛 如果连美国股市都没有第二只脚 台股更不可能有第二只脚 对吧 我就不想再赘述这些东西 但重要关键点就是 美股的部分为什么会强 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看到的一些现象 18213这是美国的低点 确认低点 之前震荡以后 我以为有很多人认为 说会拉回第二只脚 美国股市也不排除啦 因为你的武汉肺炎的疫情 新冠肺炎的疫情 还是在欧美国家还是很严重啊 但是美国股市为什么在昨天突然大涨1600多点 他的理由只有一个 他的原因只有一个 什么原因 新增病例趋缓 新增病例趋缓 他们封城的还在封城 这个还在管制 新增病例趋缓 每股大涨1600点 这代表什么含义 好我们再看 在大涨1600点之前 这个 上个礼拜五 有没有 小黑K棒跌了360点 那是什么 那是 初领 初领救济金人数 达到了660万人数 所以呢是一个大利空 历史的新高 跌360点 病情区 那个新增病例数趋缓 大涨1600点 是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利空在顿化 利多在加速成长 这说明什么事情呢 说明想买股票的 比想卖股票的来的更多 多很多嘛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 就是大撒钱啊 FED大撒钱之后 扩大QE 无限QE的一个概念之后 市场多的是钱 市场不缺钱 只缺信心 你一旦信心回温了 哇 那个市场开始暴涨 开始暴涨 所以想买的比想卖的多 所以 应该这么说 最坏状况过去了 最坏状况过去了 所以我们对利空的消息 对利多的消息反应特别激烈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 非农就业啊 什么出领失业金人数等等 这些利空已经不再冲击股市大跌 小跌而已 然后呢 一个病情趋缓 大涨啊 大涨 这代表多头力量起来了 那很多人其实以今天的 这个月间外资大买好像买了300多亿吧 我们今天成家来只有1700亿 这说明什么事情 很多人还不敢进来 很多人都在旁边看 很多人还讲说还要再跌到哪里哪里 跌到8523还不行啊 跌到5000 那我一个很强调的观念点 我在这市场30几年了 我有30几年的经验 我民国77年进入市场 今年109年33年的经验了 我在股市已经33年了 我看过很多次的金融风暴 所以我跟各位谈过 这一次我们打到8523点 虽然不是金融风暴 却是跟金融风暴同样等级 因为融资断头断头断断头 对吧 因为融资断头断断头 所以既然如此 哪还有什么低点可以严呢 哪还有什么低点 买吧 买吧 这是最重要的 今天呢 很多人还是不会选股 我先告诉各位 先价值后成长 我们待会来谈这个问题 我今天会送最后一天的豪股大赏金 对 为什么送最后一天 开始要喷出了 我选的这三档股票都是刚从底部要起来 昨天还没有正式起来哦 今天全部都起来了 一档涨了2%吧 不多 这真的涨了不多 但是它真的是好股票 一档涨了5% 一档涨了5.5% 全部都开始正式要启动 都开始过了月线 这代表什么 代表很多个股 很多人说 老师那个涨高了 8500涨到1万点 涨了1500点 8500涨到1万点 涨了1500点 我告诉各位 很多股票才刚起来 你不要去找那个涨高的嘛 很显然 你不要去找那个涨高的嘛 操纵好不好 操纵好得不得了 这一波最早启动的叫操纵 很多股票还在低档的时候 操纵往上拉 一口气拉到季线位置 停住了 这几天你买操纵的 大概就上下下下 操纵是坏股票吗 如果是坏股票 怎么可能先往上走 不可能嘛 可是呢 因为他先涨 你们理解吗 你再去买这种 已经先涨的股票 没有什么意义 没什么意义 好 我再用另外一档 就知道 用我们的股票 好 力旺 你这两三天 跑进去买力旺的 慘了 你买了250块力旺的 你可能被卡住了 对吧 被卡住了 好 那他不好吗 没有 他从160涨到250 先涨的股票休息了 休息完后面再涨 是要看基本面 所以呢 你现在要挑的 还没有起来的 对 刚从底部上来的 现阶段刚完成底部结构 他又是二低一高的好股票 什么二低一高 高质利率 有没有 有 有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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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基期就没有 第二个 本益比很低 有啊 二低一高 高什么 高质利率 有 我有三档股票 我有三档股票 已经回到起跌点 回到起跌点 那这三档呢 第一档叫2382的广达 广达今天收平凡 广达太弱 什么广达太弱 广达准备要创新高了 他是先涨而已 对吧 广达的高点65块 最近的高点64块 是不是准备要创新高了 有远距相关的概念股 对 好 这是广达 这个广达 基本上我的成本在57了 好 广达准备创新高 先涨上来了 好 我有三档股票 一档是广达 第二档呢 第二档叫2458的一龙店 厚 这个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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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厉害 这个 我买在85块多 算86好了 我买了86块的一龙店 现在90块 现在90块 然后呢 对 那他为什么那么厉害 配息6块半 配息6块半 到今天90块来算 直率还有7%以上 7.963 还有7点多 你看看 你看看 当初我们在买这一类的股票的时候 你打到这个68块 你不觉得很奇怪 这种股票会不会上来 一定会上来 我这边我还没卖 我一张都没有卖 因为你没有100块 我还真不想卖 上看100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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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档成长性的公司 会因为不小心受到股这个什么 市场的一个那个逆风 杀下来 这些都是好买点 好股票 对吧 那上去了 上去了 当然我在三档里面没有推翼龙店 虽然我非常看好翼龙店 为什么 因为他涨上来了 从68块涨到90块 我问各位 我在90块推荐给你 可不可以 其实可以的 你要90块买可不可以 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翼龙店 大成长 三月的营收创下历史第三高价 三月的营收创下历史第三高 代表什么 代表他成长力度是非常强的 去年赚8.57 要配息6块半 到今天的收盘 他的殖利率还有7%以上 那你回头想想当时70块的一龙店 好 这是我第二档 他的起跌点在87 好 这个位置87 今天一龙店已经占上90 已经占上90 他的起跌点在87 占上90 厉害吧 厉害 继续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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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会议 我继续抱着 我准备让你赚大钱 我准备让你赚大钱 好 第三档呢 我有三档 我该跟各位谈 我有三档股票 回到起跌点 第一档是广达 第二档是翼龙 第三档叫8081的智新 好 不过智新今天上影线 让我觉得很厉害 那我就看看你记线的位置 因为他的起跌点这一天 117.5 那今天最高已经来到117 所以你接近起跌点 收盘在113 明天如果站不太上去 或者站不太稳 我会先撤退 我先跟你报告一下 不过呢 你会回过来看 为什么智新会往上拉 会拉回到起跌点 配息7.5 所以当初你如果往 低本益比跟高质率的角度去选股 是不是率先回来 他的股价率先拉回来 好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所以我刚刚跟各位谈过 不管是智新类比IC 或者电源管理IC 好 他的电源管理IC 好 然后类比IC 然后广达呢 伺服器代工 易隆呢 他的产品 他是指纹辨识 这个指纹辨识的产品用在哪里 用在NB 好了 他们都跟谁相关 远距教学相关 对不对 远距教学相关 所以 我常在想一些事情 很多人在做股票的过程当中 现阶段 很多人还喜欢去挑 那个还在亏损 或者 他告诉你 他准备转亏为益 就明明有很多好的公司 你不买 你要去买那亏损 所以很多人在问 老师 那怎么做 今天大涨就不能买股票吗 没有啊 我今天要买今天旺宏啊 拉涨停啊 我今天买今天旺宏啊 尾盘拉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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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为什么买万宏 我在买股票 有一系列我的看法 我昨天买的叫正向力量 买完31块半 买完之后 当天拉涨停板 有没有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买它 我买那个正向力量 我买它配息2块半啊 去年赚4.1要配息2块半 正向力量哪一支 今天续涨 涨6个百分点 很多人都猜到了 2392的正威 我昨天买31块半 今天已经来到35块3了 有没有 昨天的正威是不是才刚起来 对吧 昨天的正威才刚起来嘛 你不要涨一大段 你再来考虑股价的一个走势啊 所以我想 当然它碰到季线这边 会稍微震荡 所以基本上你现在回头想想 还有哪些你错失了 好股大藏金 今天最后一天送给各位 2D高的成长股 你加入Lite Aid 或者是Telegram之后 在上面点击登记来索取 我这三档股票选择的都是2D高 就是高值利率 低本益比跟低基席 然后呢 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送这些股票给各位 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买进一些 我选择一些比较长线的股票 我用长线保护短线的方式 交给各位 交给各位 那也就是说 如果现阶段来看 这些长线的股票 我不管你要不要做短线啊 你还是要往基欧股走 好吧 我的想法很简单 不管你要不要做 这个长线 那我们用往基欧股里面去找机会 所以买了之后会让你安心 会让你安心 好 今天最后一天送给各位 我们就不再讲哦 好股大肠金 好 碰到压力可以做一下短线 我一个想法很简单 买股票是基于期待而非根据事实 我们在买股票的过程当中 我们买的是股票的未来 那一般的节奏 它会什么 先价值后成长 对不对 我在选的时候不只价值啦 易容店除了价值之外 还有成长性 还有所谓的高成长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同样的成长的概念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了远距教学相关的平板NB伺服器 电源管理IC 还有一个东西叫记忆体 这就是我为什么跑去买望虹的原因 好 好 你看望虹我为什么买啊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我一定我有理由嘛 你要不要看 望虹是不是今天才起来 对吧 我不是选那个操纵已经涨上去了 不要不要不要 选第一档 望虹今天才起来 你去在第一档去选择 那为什么买它 记忆体嘛 no flash在第一季 在第二季还要什么 涨价一成 第二季还要涨价一成 有涨价的效应 对那记忆体里面我们有三支 我们有三支嘛 本来有本来是微钢 后来微钢我小停损 看起来是错的 但是呢我换到了政威 我再买一季 我记忆体 我再买回来望虹嘛 对吧 小陈董我做不过你 那我回过台来买望虹啊 好 这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啊 所以另外一档 八二九九曲年一样啊 我三四三卖的曲年 三百四十三块卖掉 崩盘之后 后面我买的比较晚 我买在这个二五零 那结果冲到二七三 二七三呢 我先跑一趟 二五零二七三 二十块了 跑一趟 拉回来二五零再接回 在这一天 来这这这一天 八二七二九 好 我这一天 碰到月线有没有 我告诉你第一次碰月线 一定会拉回 所以我这个二七三我先卖一趟 拉回隔一天 二五零接回 今天又来了 二七二点五 我把我的成本再降低嘛 如果我买二五零 我卖二七三 我是不是二十块的价差 然后拉回二五零再接回 那我的成本是不是降到了二四零以下 因为我卖一半了 是不是降到二四零以下 那今天收盘二七二点五 所以好股票还很多 但很多的好股票 市场没发现的更多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去找到机会 这要找到机会 包含什么 包含我的雨瞻啊 我四十八块卖掉的雨瞻 三十六块接回 今天收盘三十九 雨瞻配息二点五五元 有没有 好股票越来越多嘛 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去找 先价值后成长 成长的概念里面 除了远距教学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叫台积供应链 对 台积供应链 我的台积供应链叫瑞云 今天拉涨链满 三月营收 月增年增 这个月增 百分之十四点五 年增百分之四十四点八 市场被压抑 这个之前被压抑 是不是 瑞云是不是今天才起来 对啊 上去要 准备挑战起跌点 如果你是好股票 将来都会往什么 往起跌点去做挑战 像这样好股票市场越来越多 瑞云是做什么的 他是做静电吸盘 台湾唯一 在台湾的同月里面 没有人跟他有相同的产品 他的大客户叫台积电 当我们了解他还配息一块八 所以现在值率率还有三十六块 差不多了 值率率还有五% 所以你回头想一想 现阶段有很多类似这样股票 他值得我们去做一个切入 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打蛇打七寸 对吧 选股选什么 选最有竞争力的 这种最有竞争力的概念 基本上会在市场当中发酵 大盘很多人以为涨了1500点 个股才刚开始启动 掌握这次的机会 掌握后面赚钱的契机 你不要等到每一次股价涨上去之后 才来考虑要不要去追股票 我230买国具 你竟然给我430个去追国具 后面不就受伤了 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才能去创造利润 成长性的公司先价值后成长 成长性的公司自动化 远距教学 台积供应链 记忆体 把整个方向 包括5G概念 掌握清楚 后面选股逻辑 就能抓到真正的重心 谢谢观看 明明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